首先呢 各位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我們在時間假設 它是定義在一個 時數的區間上 假設是開區間 會很方便 可以嗎 可以另外一個這個函數 那我們現在假設 我們講一下Diversion 換句話說 它在I上任何一個點 它的微分 這個導數都存在 在這個假設之下 如果說 這個微分 這個微分它是 是橫大於理 或者是橫大於等於理 大於等於理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三次 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呢 是橫等於理 然後再來是橫小於等於理 或是小於理 這是for all next 如果 如果是對所有的點 都成立的話 好 那麼 那麼這個f呢 它就是 按照這三種情況 分別是 單調 單調就是 如果 x比y大 那麼f of x 就會大於f of y 那如果是這個地方 是嚴格正的話 就是嚴格單調 好 那第二個情況呢 如果f的微分是0的話 就表示f是長數 第三個情況是 如果小於等於理的話 它就是 也是單調 這個時候是非增的單調 那如果是嚴格小於理的話 就是嚴格單調 可以嗎 有這麼一回事 那怎麼看呢 這個 這個原因 這個原因是 你利用 min value share 就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嗎 好 我們可以 簡單的從in value share來看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看 是不是單調的時候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是不是先挑 x 好 比如說x跟y 都在i裡面 或是我用x prime 好 兩個點都在i裡面 那如果說x是小於x prime 我們做這個假設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看 可以看f of x prime 減掉f of x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把它寫成 f of x prime 減掉f of x 除上x prime-x 好 那我這個地方已經不以前有大小了 對不對 這個除標那個問題 然後再把它撐回來 對不對 好 那min value zero告訴我們什麼 min value zero告訴我們什麼 min value zero告訴我 中間這個 前面這個 插箱 是不是 differential quotient 它可以寫成 某個f prime c的樣子 對不對 for some c的twine x x跟x prime 對不對 好 c是多少 不知道 但是總之一定有 所以如果我們已經假設了 x跟x prime都落在這個區間裡面 那當然中間的c也會落在區間裡面 那只要落在區間裡面 我們如果假設橫大於等於0的話 那就表示前面這個因子 它要橫大於等於0 對不對 或大於0 再不然就是橫等於0 再不然就是小於等於0 或小於0 那後面這個一律都是正的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得出 他們兩個之間會有個正負 然後就這樣看 可以嗎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 這很常用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它的道理是這樣 那你可能說直觀上看起來 好像有點顯然 對不對 因為微分如果是大於等於0 表示切線斜率是非負的 切線斜率非負 看起來好像就是要上升的感覺 對不對 那小於等於1的話 當然就非正 我覺得應該要下降 等於1的話就應該要水平嘛 這是我們在 討論的時候 有問問大家這個問題 如果有一個函數 到處都可以微分 而且微分都是0 它一定是長數函數 你知道長數函數 一定要微分等於0 但是反過來 有一個東西如果 都可以微分等於0 那而且都等於0 這樣會不會保證它長數函數 現在你只要它會 那會的道理是因為你利用 這個均值定理來看的 可以嗎 用in-back-less-er來看 所以這是一個常用的判斷函數增減的方式 那你了解函數的增減之後 就有機會可以幫助你求這個最大值 最小值 了解函數的走向 尤其是在乾變數的時候 這個特別有效果 那多變數的時候 就需要多一點的思考 再幫我把它關起來 好 那麼說了這個之後 說了這個之後 我想要來 真的讓大家開一些應用的例子 也就是剛才提到說 了解這些函數的走勢 我們可以真的來了解這個函數 那些 比如說局部極大 局部極小 或是最大值最小值 這些性質 那我想舉一個例子 我用例子來說明 我不想把它獨立出來寫的 我用例子來說明 我希望大家可以從例子裡面去分析 我們用到了什麼樣的道理 好 在講例子之前 那我們舉 給另外一個定義 我想要引進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我們這邊引進之後 可能還要再過好一陣子 才會再一次看到他們 說天氣從頭遇到 不過大家之後 之後可能 要再過一陣子才會遇到他們 這個概念叫做 然後 讓我把這個地方重新打 我們一開始 這個概念叫做偏導數 parsial derivatives 偏導數 中文叫做偏導數 或是叫偏偉論 那它的設定很簡單 設定就是 給定了 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我們現在假設 它是落在rn中的一個函數 可以嗎 它的定義率是在rn中 是一個叫s的東西 s是一個rn n度空間裡面的子極 比如說r度就是平面 平面裡面的一個子極 等等 好 那給定了這個子極之後 我們還假設 有一個點在裡頭 我們暫時還是把它叫a點 好不好 不過這時候a點 我最喜歡把它的座標 有時候會寫出來 它的座標就是有n的數字 對不對 因為它是在rn裡面的一個點 有n的數字 好 給定了這個函數以後 那麼 如果說 這其實是一個定義 我先把它寫一下 這其實是個定義 如果說這個極限 我們現在先寫一個極限 好 你現在有n的變數對不對 這個函數它的定義率是在rn中 所以你想成是一個n變數函數 那以前只有一個變數的時候 你可以做微分 抽桃數 隔線斜率的極限 現在有n的變數怎麼辦 你就可能不知道怎麼辦 不過你可以想 那我們就一個變數一個變數來看 所以我們可能是可以這麼做 我們先固定大部分的變數 比如說a1一直到aj-1 這固定了 但在這個位置呢 aj我故意把它加一個h 讓它變動 那後面又固定了 aj加1開始 這都是固定的 好 我們考慮 唉 這個寫一下 那我把它寫在這邊 好 我考慮把它減掉f a 可以嗎 就是我只讓這個位置電動 電動一點 然後我把這個極限呢 把這個x全部處理h 然後令h取近0 可以嗎 好 所以剛才有一個點 a在這裡 a的座標就是a1到an 好 我考慮這個極限 如果這個極限 當然它也可以寫成 你如果高進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其他位置先固定的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變數叫xj 然後aj加1 好 一直到an 我們先減掉f a1到a2 就這樣 全部處理 好啦 我們要寫這個j 就完全多餘 我們直接把它寫成x減掉aj 好不好 如果說呢 這個極限存在 大概那個極限或這個極限存不存在 應該是同時發生的 是一樣的意思 證明的過程 只是差一個平易而已 對不對 我們只是把xj這個位置寫成aj加一區 那把區間的aj改成區境0 一樣的意思 如果說這個東西 或者這個東西它存在的話 我們就把它稱作 我們把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稱作dj的f的偏導數 在a這個點 f的dj的偏導數 並且把它記成這樣子 我們會用這個符號來寫 可能會把它寫成xj 裡面帶a 可以嗎 以前的圍根就是寫d嘛 dm dx 但我現在把d就彎彎的 就是天下的某一個面數 偏導數的這個意思 好 那你對這個變數 求這個偏導數 有時候也會寫成這樣 有時候也可能會寫成f 右下角打個xj 這種符號也很常見 以前是用prime 對不對 但我現在可能是右下角寫一個xj 表示我對xj求偏導數 可以嗎 所以換句話說 沒有什麼學問 它就是說你現在有很多變數 那我就把其他變數都固定 先讓dj的變數動 變成單變數對不對 你只讓dj的變數動的時候 其他都固定變單變數的 你就對這個單變數 函數去求導數 就這樣而已 所以換句話說 你也可以這樣想 它的概念就是 你可以說它其實就是 把f代a1aj-1 但這個地方不知道aj加1an 其實你只是把這個東西求為分以後 然後另這個點點就是aj 就只這樣而已 只是把它做單變數的微分而已 沒有什麼奇怪的 那擠頭上的概念是什麼呢? 擠頭上的概念留給大家想一想好不好? 你就不要想太複雜的情況 你想n等於2的情況 因為你也只能想n等於2的情況 不然擠了這樣也看不出來 對不對? 要不要這樣?不要 n等於1的時候 就是單變數有個圖形嘛 對不對? 有個圖形看隔線斜率的極限 斜線斜率 那雙變數 看一下 例如 intuition好不好 intuition 它的幾何概念是這樣 幾何概念就是 比如說你現在有一個雙變數函數 它是在平面上的一個函數 那這裡有一個點叫ab 本來應該寫成A1 B1對不對? 但我暫時把它寫成ab 好不好?ab 為了方便 剛才是寫a 然後a1 a2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改成寫ab 那你知道呢 以前看彈數圖形 我現在也可以看彈數圖形 所以現在彈數圖形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下面有一個xy的底面對不對? 這是xy的底面 也就是r2 可以嗎? 然後你可以有一個集合叫s嘛 所以s都要長這個樣子 對塊集合叫s 所以這個s每個點都可以弄下來 來到這個曲面對不對? 那畫得不太好 應該是跟s正上方才有 對塊曲面長這個樣子 好 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就是以前大家常常寫的 z等於s等於xy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裡面呢 裡面現在有一個點 叫做ab 好 那ab呢 當然就會對上來這裡有一個點 這個點呢 就是x座標y座標是ab z座標就是fab 對吧? 跟以前完全一樣 那你做編導數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你對x方向做編導數 剛才說是什麼意思? 就是把y方向先固定嘛 所以你是先固定 你固定了一條線對不對? 這條線就是y等於b 你固定這條線 那固定這條線以後 你對這個方向上的變數就是x去微分 可以嗎? 那你固定這條線在圖像上開來是什麼? 就把這條線對上來嘛 對上來就變成一條曲線嘛 對不對? 曲線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這個方向上去看它的切線斜率 就是你想的這個編導數 可以嗎? 大致上是這樣 那如果說看另外一個編導數是什麼? 那當然也沒什麼 就是沿著另外一個方向 這是x等a 從x等a方向來看 它就會畫出一樣一條曲線 然後它會落在一個平面上 對不對? 想要整個平面接下去 那這個時候 在那個平面上的切線斜率 就叫做這個 就指向而有什麼奇怪的 可以嗎? 好 那計算上更是簡單 計算上就是 反正你遇到一個有變數的東西 你要對某個變數做編導數 你就把其他變數先想成是常數就可以了 所以計算 這個計算我會顯然簡略好不好? 好 我發覺我之前可能都講得太囉嗦了 所以 我們要盡量的改變這種外習官 寫的 好 寫這樣 好 好 當然我剛才 我先寫一下好了 這個當然 我知道你們喜歡把它寫出來 對不對? AV就是這個斜率 這個斜率就是對Y的變到處 可以嗎? 就是這樣而已 好 所以沿著X方向變動跟沿著Y方向變動 各自得到斜率 好 那計算的例子呢 比方說如果考慮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是 首先是 X是正的時數 然後Y是所有的時數 好 我考慮一個映射 這個映射呢 這是我亂記得隨便寫的 那就對到 對到誰呢? 比方說YX0 好 加上 嗯 XY0 好了 再加上 X的 X的Y四方 好 像這樣 比方說 我隨便寫一個函數 可以嗎? 所以雙邊數函數 沒什麼奇怪 好 那我現在要去算 要去算它的天導數 對不對? 天導數 我想對X算天導數 我當然可以帶一個具體的眼睛去算 這沒有任何問題 不過我們剛才也講過 你在算的時候 其實 你也可以想成點可以動 就像我們以前算導數的時候 最後不是得到 X嗎? 如果對不同的點 你都可以算的話 所以我們就直接考慮 那個AV在動的情況 好不好? 就AV就是變數 所以我要把它對X做偏微分的時候 它是什麼? 你就是要把Y想成長數 對不對? 所以在你在微分這個函數的時候 你心中要想Y是數 所以Y是數是微分第一項變什麼? 就是2YX 因為這是數字嘛 對不對? Y是一個數字 那我的第二項呢 就是Y平方 因為它是一個數字乘X 對不對? 所以你要想像它是一個數字喔 那微分第三項呢 X的Y次方 對不對? Y乘上X的Y-1次方 所以它應該是 Y乘上X的Y-1次方 因為你要想像Y是一個數字 就像sin那種感覺 所以你對X微分的時候 那個數字是不是就拿下來 來解釋一次 對不對? 就只是這樣的道理 認為有什麼? 計算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你在微分X的時候 你就想像成別的都是長數 那同樣的道理 你在微分Y的時候 當然就想成X是長數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對X做偏微分 第一項變成X平方 對Y做偏微分 對不對? 那第二項 X是長數喔 所以是長數乘上Y平方 對Y微分嘛 所以是2拿下來 對不對? 所以是2XY 這個東西呢 對Y微分 以前有學過吧 A的Y次方 對Y微分 是什麼? 是不是 A的Y次方乘上弄A 對不對? 好 就這樣嘛 所以就是你把 不對微分的那個人 就先想成長數就好了 那個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差異 可以嗎? 這樣我問你嗎? 好 計算上就只是這樣而已 好不好 那當然他還有更多 別的深刻的理論 不過我們晚一點 以後才會談 今天先不談 我今天只想讓大家看 一個比較簡單的面向 好 所以我們剛才說 這個偏跑數沒有什麼 它只不過就是把 你原本的函數 本來是定義在一個區域S上 我現在就不要看整S 我就只看那個點的 延整某個方向上 來看就好了 好 隨著你選的這個變數的不同 就是沿著不同的方向來看 可以嗎?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個應用 好 來看一個應用喔 這種應用呢 是我們在學微積分 學微分的時候 最常會碰到的一類問題 就是最優化 最優化 或是最佳化也可以 優化 優化問題 optimization 那我們就用個例子來說明好了 這種問題大概就是 我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可能 未來啦 如果你學更多的時候 它不一定是定義在 十數空間這樣的函數 它可以定義在很奇怪的集合上 然後你想要問說 它的最大值啊 最小值啊 在一定的範圍裡面 存不存在 你想要問這類問題 那當然這種東西 你可以想像 它會在各式各樣的學科 或是應用領域裡面出現 因為只要你有一個想要求 最大最小值的東西 你就可以問求不求得到 怎麼求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好 我想利用這個例子來說明一下 怎麼實作上想這些問題 我們來考慮一個函數 好 這個函數呢 我先寫一個簡單的 就是 從平面到實數的函數 它是把一個點XY 就對到 這我亂寫的 雖然這個函數有點重要 好 我就隨便寫一個函數 長這樣這個樣子 一個簡單的多項式函數 好 那麼 我們考慮 好 我現在不想考慮在整個區域上 當然你也可以問 你可以問說 比方說這個函數 在整個區域上 會不會有最大值啊 或是最小值啊 局面最大局面最小有沒有啊 你可以問這類的問題 不過我想順便再解釋一些技巧 所以我們就不考慮整個區域 我考慮的是一個 考慮的是在平面上的往外區域 我暫時把它叫做K 那這個K是什麼呢 K是收集所有 我把他寫在這邊 它就是收集所有平面上的某一種點 但我現在給了一些限制條件 我說我只看哪一種點呢 比方說我只看在第一向線的點 並且我還只看它要掉在一個半徑是2的圓裡面 可以嗎 我考慮這個區域 所以這個區域呢 如果你把它畫在圖形上 畫在平面上 它的樣子應該是什麼 它的樣子應該是在第一向線裡面 有一個半徑是2的圓 有一個半徑是2的圓 這個斜線區域就是我的K 可以嗎 所以本來我這個函數 是在平面上每個點都有函數值 但是我說我不要看整個平面 我就特別只要看K裡面的點 可以嗎 好 這是我們設定的問題 就我的設定是這樣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問題是說 讓我把它寫在下面 第一個問題 先問第一個問題 我現在只看F限制在K上 這個我還記得吧 就是我只看F限制在K上 我現在這個世界就沒有別的點了 只有K裡面的點 你可以問說在K上這個函數 它會有最大值或是最小的值嗎 好 我如果沒有寫Loto 就是講的是絕對的 絕對最大值最小值 請問你有沒有最大值最小值 有的原因是因為 這是一個有界地極嘛 在平面上對不對 所以這個contact set 只要是contact set上面連續函數 都會有最大值最小值 所以如果剛剛一開始是平面 我可能還不見得那麼容易看出來 它有沒有最大值最小值 但如果萬一我的區域就是一個這種東西的話 自動可以看得出來 那不代表說在平面上我都看不出來 需要別的方法 沒有辦法立刻一眼看出說有沒有 但是有時候經過一些別的方法的討論 你可能也可以知道有或沒有 好 所以我現在就說 我在這個在尾一下 我知道它一定會有答 答案是有 這是因為 這是因為 因為K是compact對不對 然後F是continuous 可以嗎 因為K是compact 所以連續函數在下面都會有最大值最小值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怎麼把達到最大值最小值的點找出來 所以第二個問題 我們怎麼找一個點 我暫時把它的錯標寫成AB 或者A1、A2都可以 我希望它達到了 它達到了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對不對 對不對 怎麼找這種點呢 怎麼找出這種點來 那大概可以這麼想 你就分成幾種情況 因為你看這個區域 反正你要找的點 一定在這個區域裡面 那這個區域看起來的點 大概有兩種吧 勉強你要硬分才可以跟三種 對不對 要玩在裡面 就是距離邊界有一段距離的 再不然就是落在某一條邊界上 對不對 那大家可以用比較小的點 好 那我們暫時就先分成兩種情況 就是在邊界上或不在邊界上 好不好 所以先看第一種情況 如果 這是如果 沒有說它一定在內部或邊界上 如果這個AB 它不在 你看 我把這個邊界給一些名字好了 這個 弧形的邊界 我把它叫做B1 好了 暫時 好不好 那另外兩個就 分別叫 B3 還有 B2 好不好 好 那當然我現在 高興你可以把它抬進去 不過 等下你就會看到 討論的時候 這個時候本來沒有多要緊 那我們先把它講下去 好 如果它不 躺在 在 Lya D1 D2 還有D3 好 也就是它不在任何邊界上的話 那麼 好 我們暫時先用max來討論 好不好 命我打個括號 好不好 類似的 完全類似的 所以如果它不在邊界上 它就在裡面囉 好 所以它應該是在裡面某處 在某處 某個地方 AB 好 你想如果它達到絕對最大值 如果達到絕對最大值 那你覺得啦 意思就是 它的函數詞是裡面所有的點最大的 對吧 特別的 那它在X方向上的那些點 是不是最大的 是嗎 因為它都已經比所有人的函數詞大了 你如果只看水瓶移動的 那當然也是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F AB 應該說 F X 我說這個 GX 我把它定義成這樣 這是個單變數函數 這個函數呢 S 至少是一個 S Max A 對不對 所以你要是說 你沿著這個水瓶方向來動的時候 你讓Y固定 Y固定變B 你只讓X動 在這個方向上來看 這個函數當然在A那個點有最大的值 對不對 所以本來你是有多方向的問題 但是你現在想成是 把X先送到這個地方 好 送到這個 這上面有個點 就叫做XB 可以嗎 所以本來有從這個區域送出去的函數 你把它接上這個 變成單變數函數了 好 那這樣一來呢 你就知道 按照我們剛才的討論 只要達到 在內部的點 好 左右都有點 對不對 在內部的點 只要單變數函數達到最大值 事實上只要 Local Maximum 或Local Minimum 我們之前就知道它的微分必須要是0 對不對 它的微分必須要是0 可以嗎 但變數函數 因為達到最大值 可是我們剛才說過了 這個微分是什麼 微分就是偏導數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說 它對X等偏導數 必須要是0 對吧 所以沒有什麼奇怪的道理 它只是說反正你都已經最大了 那你沿著某方向來看 當然是最大的 所以 對那個變數來微分 當然要是0 那類似的 我當然會有 對Y的偏導數比較是0 對不對 因為我也可以說 我不要沿著橫向洞 我要沿著直的方向洞 那我知道 沿著直的方向洞以後呢 這個偏導數應該也要是0 它是最大 在附近來看 好 所以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在Case 1 Case 1就是如果你的 發生最大值的那個點 或最小值的點 好啦 這個就是最大或最小 看你是哪裡可以 發生的那個點呢 候選的點 Candidates Solutions to the system of equations 好 是以下方程組的解釋 就是我要求對X人間為分 必須要等於0 然後對Y人間為分 也必須要等於0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才說 萬一它掉在裡面 它一定要滿足這兩個等於0的條件 所以我說先不管那麼多了 我只知道只要掉進去 只要是Max mark 達到的點 後面1秒達到的點 一定要滿足這個方程式 所以我先不管 我就去解這個方程式 當然我解出來了點 它不一定會達到Max mark 後面1秒 但至少我知道我不會漏掉 只要我達到Max mark 後面1秒的點 掉在邊界以外的內部區域 那它一定要滿足這方程式 所以我先不管先把它解出來再說 那很有機會可以解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兩個變數兩個方程式 好像應該可能可以把它解出來 對不對 雖然有些情況不行 但是這個想像上機會蠻大的 所以是第一個部分 這第一個部分 其實只要你的這個 發生最大值最小值的點在裡面的話 那我就去解這個 equation 可以嗎 好 那case 2是什麼 case 2 case 2就是說 說不定我知道那個點存在 可是它可能不在裡面 它不是在邊界上 對不對 在邊界上 那如果在邊界上的話 怎麼辦 假設它是在邊界上 就例外 比如說在例外 這個時候呢 在邊界上 它可能在這裡 例如我隨便亂講的 如果ab 是在這個邊界上 這種情況 那麼 你可以考慮什麼 你可以考慮它變成一個 沿著邊界來看的 函數的最大值 對不對 那剛才我們是 在裡面的點 我沿著橫向來看變單變數 沿著重向來看也變單變數 那我現在可以把它想成是 它在邊界上 是一個單變數和數的最大值 所以你必須要把邊界表示出來 剛才我們是把 x送到xd 這樣送進來 現在呢 這個操作 這種操作 就是把這個集合給參數化 我們現在要把邊界給參數化 我們先用簡單一點的 好不好 好 這樣好了 再寫一句話 我們剛才是說這個函數 會有它的最大值 那我們現在也是類似的 f限制在邊界上 它會達到它的最大值 在AD這個點 對不對 好 那你要怎麼把邊界變成是一個單變數的問題 你就把邊界這條曲線到參數化 剛才同學說 用口賽跟xd 那個不錯也可以 不過我想用一個更愚蠢的 更簡單的 的做法 當然用xd 口賽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也可以 完全是一樣的 你會把它寫得到 所以我們怎麼做呢 你先考慮 這一句話很重要 就是parametrize 其實數學裡面很多問題 尤其在這個分析學裡面 你就是要把它參數化 它本來是一個彎彎的東西 不太容易了解 我故意把它變成是一個值的東西 那怎麼把它變值的東西呢 例如 你可以利用這個操作 你把這個x軸就送到邊界上 送到這個邊界上 怎麼送呢 就把x 任何一個點x 就對到x根號的4-x平方 可以嗎 我就用這個簡單的方法來參數化 所以這上面每個點 反正它的錯標一定是x 後面那個一定是根號的4-x平方 對吧 因為它可以跟上 半徑是2的元 對不對 所以x平方加y平方是4嘛 所以y一定是長相 尤其是我們是在v項線裡面 對不對 好 這個時候呢 f限制在v1上 其實它就對應到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 我就暫時把它叫做h好了 好不好 這個函數就是把f裡面帶x 跟號4-x平方 對不對 就只這樣而已嘛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單變數函數了 然後呢我的x是有範圍的 我的x範圍就在什麼 0到2嘛 對不對 好 好 當然你會說啦 我想把端點先排除掉好不好 也可以 不過反正我們就有理事做 順便讓你看一下裡面的一些道理 好 統一這個函數 那我現在知道一件事情啊 這個函數 這個h 它如果在某處 在某個點 這裡有個a點 那這裡就是有個ab的點 在ab的點達到最大值 相當於這個h 在a這個點達到最大值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 我們必須要知道h的微分 要等於0嘛 對不對 因為在這個點h達到最大值了 也就是在這個點f達到了在邊界上 沿著邊界走的時候的最大值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要上去擠這個式子 可以嗎 這個式子呢 將來如果我們學更多 我們可以有一些比較好的寫法 但因為我們現在學的很少 所以我們先用比較簡單的做法來寫 好不好 我們就真的硬算 可以嗎 真的硬算喔 f是什麼 f就是x的三次方對不對 加上y的三次方對不對 減掉三倍的x乘y 可以嗎 f是長這樣 然後你把那個點套進去 長這樣對不對 那就真的算一下h'好不好 所以 這就真的解啊 那我把他寫在 好 我把結果寫出來給你看 好不好 那我就不 不真的算他喔 好吧 結果我寫出來 結果蠻簡單的 你就好好的算 結果你發現呢 它會變成h' 好啦 三x平方 加上三倍的根號 你三拿下來變平方對不對 圈入喔 那裡面這個根號要微分嘛 根號是什麼 根號是4-x平方的2分之1次方對不對 所以你把它微分的時候 要變成2分之1 2分之負1次方 然後裡面在這個x微分 會有一個-2x 對不對 你就把-2跟2消掉 有一個負號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x除上這個根號 好 然後再加上三倍的根號 加上三倍的x-x除上根號 你這個算出來變這樣 可以嗎 那根號裡面是不是寫了 根號裡面就是這個東西 可以嗎 好 那如果你很好很有耐心的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可以寫成 解剩成三倍的x-x-根號 然後加上根號 加上x再加根號 整個在乘上x-x-根號 可以嗎 我可以全部把它寫成這樣 好 那現在這樣就完成了 為什麼 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它的性質 本來你是要解它等於0嘛對不對 那你做到這一步 你要解它等於0還是有點辛苦 但是如果你很小心的去把它整理整理 你把它先長成這樣 那為什麼可以整理成這樣呢 就需要一些耐心 或是別的洞見 對不對 其實我是先用三角砍出索的 然後發現它可以這樣做 然後就把它先做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cosine 這就是sine 對不對 所以寫一下整理它就發生是這樣 然後你就重新再做也是一樣的 好 如果我做到這樣的程度 那你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是要去解h'等於0對不對 我的目標是要解h'等於0 那我能怎麼解呢 前面這個東西呢 我知道一定是正的嘛 為什麼我現在第一向線呢 所以x一定大於0 那這是y嘛 對不對 所以x跟y在那一段上面 一定有一個是正的嘛 所以這整串的東西加起來 一定是一個正數嘛 對不對 因為這是x 這是y嘛 這是x乘y嘛 所以在第一向線那個乎上面 一定有一個是正的 所以前面一定是正的 那後面這個東西呢 就要看你x跟y比誰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你在 好 我再畫一下 一樣大的地方 x是更好2 對不對 這是2 一樣大的地方x是更好2 所以你知道在x比較大的這邊 在這邊 請問你h'是正的還是負的 x比較大 x比較大是正的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的話 h'是正的 對不對 所以表示h是怎麼樣 逆增的 對不對 事實上是嚴格逆增的 對不對 可以嗎 隨著x的變化 它是嚴格逆增 那如果是在左邊這一段呢 這個數字是什麼 負的嘛 因為這是y嘛 這個是y 可以嗎 這就是y 所以在這邊的時候 y比較大 y比x大 然後y比x大的時候 其實是負的 所以這裡h'是負的 好 所以它是嚴格逆增 對不對 那這些的點 h'是這個 可以嗎 在這個點 好啊 那不是很好嗎 你看 我連嚴格逆增增增 都看出來了 請問你在這個弧段上面 這個點是最大值還是最小值 最小嘛 對不對 因為你看 從這邊走過來的時候 x變大 結果它含數值變小 對不對 你繼續走下去的時候 含數值開始變大 對不對 先變小 再變大 所以在那個點上 是不是最小值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弧段上 最小值 就是在這個點上達成的 可以嗎 那最大值呢 再端點嘛 對不對 因為它是先變小 再變大 對不對 再端點 然後去看端點的值 那這兩個端點的值是多少 你帶到函數裡面是多少 是 是 8 對不對 像這個點 x是2 所以2的3次方加0 再加0 那個點是 0加2的3次方再加0 所以在這個弧段上面 最大值最好值 你是完全可以求出來的 對吧 所以這裡是8 這裡是 把克套人帶進去 算一算 得到一個答案 這只是告訴你說 在邊邊上怎麼求 可以嗎 那我現在寫的是b1 我現在寫的是b1 ok b1 那b2你會不會 b2更簡單吧 b2只要立個y是0就好了 對吧 沿著b2走 這個b2連接的時候 y是0 所以你把原本的函數裡面的y整理 就變成一個單邊柱函數嘛 你用一樣的方法去求它的微分 你看看它的避增避減 找出它的最大值最好值 這些就可以搞定了 對不對 那再來b2上面呢 b3上面呢 也是類似的 就立個x是0 就可以了 可以嗎 好 那所以我們已經在每個邊邊上 都找出它的candidates candidates 這個 這個叫做candidates 後選人 我沒有說它一定是原本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我只是說 如果原本的最大值最小值 發生在邊邊上的時候 它也是邊邊上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對不對 好 那麼 唉 那就一次做到底好了 我先這個也算給你看 好 對x可以為分嘛 對不對 x3次方 加y3次方 減3xy 第一個式子 對x為分 是不是三倍的x0方 減掉3倍的y 對不對 那等於0嘛 好 那第二個式子對y為分呢 這個不看 這常數不看 所以是3y平方 對我為分減3x 要等於0對不對 好 所以你發現結論就是 x平方要等於y y平方要等於x 好 那你把這個套進去以後 套進去以後你發現 x的四次方要等於x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這個x可能答案只有 0跟1 對不對 好 那當然我們猜測在內部啦 在內部 所以不會是0跟那個 可以嗎 所以只有1的這個而已 好 那有1之後那個y呢 y也是1嘛 所以你知道這裡面有個點 就是1 可以嗎 只有一個點 你解到一個點在裡面 叫1 好 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找到所有可能的後前點了 後前點有誰 這個點 對不對 對不對 邊邊上剛才有一個中間的 而且我很清楚它不會是最大的 因為在邊邊上它就已經是最小的 找到最大的 那當然還有這幾個角角的點 那邊邊上這裡可能還會寫我 我兩個就寫了 你們自己想一想 好 好 你有這些點之後 最後1個你要怎麼找最大最小 就把它們帶進去比大小 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所有最大最小值 一定發生在 要嘛在裡面 要嘛在邊邊上 任何一個 那它已經是在我剛才解的所有的後前點裡面 而且我知道最大最小值一定存在 對不對 利用看pile就知道它存在 所以無論如何 我想把最後找到這些可能是的點 全部取含數值要比大小 這樣就是答案 可以嗎 OK 好 那你看喔 我剛才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我不把它寫下來 可是我嘴巴講 你最好要超頻率就自己把它記一下 我們之所以最後可以用比大小的方式來決定 誰是最大值誰是最小值 是因為我已經很確定 最大值最小值會被打到 可以嗎 在這個例子裡面是因為它是看pile 所以我確定它會被打到 然後我知道它既然被打到 它一定就分幾種情況 一定要滿足一些條件 所以我只把條件 滿足條件的那種點找出來看就夠了 我把範圍從本來的區域縮小到 比如說滿足這種式子 又在內部的點 或者是滿足這個等於零的東西 又在連結上的點 我把它縮小到那些人身上 那我知道它們中間一定有一個人是 是這個 熊手的大 對不對 知道一定有一個人是真兇 是真正拿到最大值的人 所以我才可以用比較大小的方式 不然的話 這樣子是給你一些候選點 它並不保證一定會有最大值跟最小值 可以嗎 有那種例子是這個函數是沒有最大值的 也有那種是沒有最小值的 也有計牛最大也沒有最小的 那讓大家想一想 這個例子這個函數 我剛才是限制在這個區域上來看對不對 而且在過程中 我也順便讓你看到了 單變數的時候 怎麼樣看最大最小值 就解微分等於0 然後有時候看低升低減的 看微分的符號 可以知道低升低減 就可以順便知道 等於0的減是最大是最小局部的 那內部的石頭筋結 除了你可以為了分等於0 這個概念 好 如果現在這個區域 它不是一個有界區域 比如說就是整個平面好了 整個平面好了 按照我們剛才的做法 你想 如果真的有最大值或最小值 在整個平面上 它是不是一定要滿足這兩條方正值 因為它那個點 沿著垂直方向也是達到最大值 水平方向也是達到最大值 所以如果真的在整個平面上 它有最大最小值 它一定要滿足這兩條方正值 那按照我們剛才的解法 你已經解完了 就是你知道這兩條方正值的解 只有誰 00跟11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才解到x一定是0或1 那y一定是0或1 相對應 因為x平方跟y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在整個平面上 如果它有最大最小值 它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點是00 一個點是11 可以嗎 讓你自己想一想 其實00跟11都不是絕對最大值 也不是絕對最小值 為什麼 因為這個函數可以任意的大 你只要外間固定一個常數 你讓x變得很正很正 它就變得很大的 所以讓x變得很負很負 它就變得很小 對不對 所以這個函數它是 它沒有真正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但是你剛才解到兩個可能的特別的值 那你該問一個問題是說 這兩個點 雖然它會不會是絕對最大絕對最小的 它們會不會是局部最大或局部最小的 會不會是局部最大或最小的 會不會是局部最大或最小的 這個將來 有些我們學多變數的時候 會有一種看法來看 在這個例子裡面 一一會是 但是零零會不會是 零零是屬於一個叫安點的 安點的東西 有點像你們在高中學的 x平方減丸平方 在原點跟點 它基值最大還是最小 但它某種程度上 就有一個水平的 圖形上有水平的切面 好 所以我只是想說 其實函數給定之後 它不一定要真的有最大值最小的值 不過剛才這個例子 你發現一件事情 它雖然沒有最大最小值 不過它還是有可能有幾大嗎 局部的最大或局部的最小 都算很多的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函數 它只有一個局部最大 然後沒有其他的任何局部最大最小 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個局部最大 但是那個局部最大不是最大值 有沒有可能 好 我再換個問題好 先問簡單一點的 在單變數的世界裡面 Single number goal function 假設這個函數它可以尾分好了 假設 而且我知道它只有一個點尾分能力 只有一個點尾分能力 我可不可以保證那個點一定是最大值 或最小值 不行 不行 為什麼 好 那如果 很好 如果 如果 那我把它講完 如果我還知道那個點是局部最大值 那三次方就不行了 對不對 現在我就有一個點 是局部最大 有沒有可能這個函數有局部最大 但是沒有 它不是最大 而且它沒有其他的局部的最大最小 想像上也有可能 因為如果它還要更大的 應該要先下來再上去 對不對 所以應該就會有局部最小 好 這個序數是對的嗎 想一想 對不對 這是一個有趣的序數 如果每個單變數函數 它只有一個局部機值 而且是局部最大值 它是不是一定是最大值 假設它可以違分 好不好 想到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把它改成多變數的時候 雙變數的時候 如果它只有一個局部機值 而且是局部最大 那有沒有可能 一定要是最大值 會不會一定是最大的值 還是有可能不是最大的值 好 這給大家想想 那下課之前出一個作業 好 等一下 好 出個作業 好 作業是這樣 我改成3 xyz 好 然後呢 這個地方讓我改一下 我就考慮一個函數是 x的四次方 y的四次方 d的四次方 減掉四倍的xyz 好吧 好 這是我考慮的 函數 然後呢 我考慮的區域 我考慮的區域就是xyz 在三度空間中 但是它滿足 z大於等於0 就是在低掛線 並且我考慮的是在球面裡面 我考慮的區域就是最大值 為了簡單一點啦 我們就選4好了 好不好 好 類似的問題 完全類似的 請你用類似的做法 試著去處理它 好 那當然 第一個 有沒有最大塑料值 有沒有最大塑料值 有吧 這是一個有間畢極 對不對 這是一個有間畢極 所以有最大塑料值 那怎麼去求最大塑料值 這個時候那個區域變成什麼樣子 那個區域就是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實體 三度空間中那個實體 對不對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你要分成幾種情況 一個是如果你的最大塑料值 發生的點是在實體的內部 那你要解的是什麼 剛才你要解的是兩個篇圍分 要改給你對不對 現在你要解什麼 三個篇圍分都要改給你 好 解方程式 好 所以這種部分當你寫出方程式以後 剩下就是解 帶出方程式的技巧 這根本問題沒關係 就是要去解 好 那可是剛才你的邊界只有三條 對不對 現在我的邊界是什麼 有三個面對不對 有四個面 一對不對 後面有三個面 好 所以你必須用每個面都去處理 那剛才我其中一條邊界 是不是變成猜數化以後變成三變數 現在我的邊界要變成什麼變數 雙變數 可以嗎 比如說前面這個圓弧的面 它應該要寫成 XY 跟號4-X比方 應該要這樣 所以在這個面上去求極值的時候 它變成是一個雙變數的 求極值的問題 可以嗎 接下來後面三個面也是類似的 然後你還必須要求什麼 你可能在邊邊上你要另外處理 我們剛才吃醇沒有處理邊邊 所以它是角角 那是三個角角 所以一眼就看出剛才的 那這個時候呢 它不是三個角角而已 它還有這個邊邊 所以你要想一想怎麼做 但是建議你用平行的做法 你想一下那邊怎麼做的 想這個問題 如果你會做這個問題的話 那你就徹底了解我剛才講的東西 可以嗎 你自己小心算一下好不好 結論怎麼可能有錯 檢查一下好不好 自己檢查一下 好 再檢查一下 那剛才這整件的事情 大概是在幹嘛 我剛才這邊就說了一個實體嘛 對不對 我說這是一個實體 好 這個實體呢 這實體你仔細的去想它 過程大概應該怎麼樣 那應該是跟剛才非常類似 第一個 假設發生最大指最小指的點 我已經知道 現在我的指標準在 好 準在 如果是在內部 在這個實體的內部 不在邊界上 不在這四個面上的話 怎麼解它呢 就是要解 M的三個偏檔數 都能比的連力棒等式 這樣就解到 然後你要求要在內部 把那些眼鏡照出來 那如果是在前面這個彎曲的球面上 彎曲的球面上 彎曲的球面上要怎麼解 我們剛才的講法就是 你要把它參數化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雙變數函數 所以我們的做法大概就是 你就想像成下面這是XY平面 每個點 你對到它正上方有一個Z的高度 對不對 所以就是把XY對到這個高度 然後你把剛才的函數 限制在表面上的時候 就相當於是把XY還有這個Z 帶到F裡面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 XY平面上 這個區域上的函數 這個區域就是下面那個區域 一模一樣的形狀 所以變成它在這邊記 那你回到剛才的想法 我們剛才解的時候要怎麼辦 是不是要看它的內部 對不對 內部就解兩個偏導數的能力 就把F用這個套進去以後 變成XY的函數 然後去解兩個偏導數的能力 解到這個點 解完這個點之後 你會說 可是還要解邊邊的點啊 你可以在這邊去想邊邊的點 你可以在一開始去想 為什麼 比方說這個弧線的邊 這個弧線的邊 它在實際圖形上應該是在哪裡 應該就下面這條邊嘛 對不對 它的Z應該就是0的狀況 那如果是這條邊呢 實際情況上應該是這條 因為本來現在下面 N條對到所佔的高度嘛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條呢 它就實際上是對到這條 所以你也可以說 好 我就忘掉當然這一線 我就直接看這條 紅色上面的函數的極值的求法就好了 所以我可以直接在這條線上去求極值 我把它參數化 那參數化的方法 沒有人說一定要用什麼開根號啊 你也可以用 比如說 兩倍的cosθ 兩倍的sinθ 0 就是下面這條 對不對 那這條呢 這條是在XZ平面上嘛 所以你可以用 兩倍的cosθ 0 兩倍的sinθ 來表示這條 然後把它套到函數裡面 它就變成θ的函數 對不對 然後你只要去解微分等於0 對θ微分等於0的點 然後就是裡面的點 那在我們剛才呢 其實也是類似的 剛才我們是內部先解完之後 看偏導數等於0的點 你的地方呢是 再看邊界上對不對 那邊界上我說 你把它變成這個單變數的問題 好 單變數的問題本來是 只有用微分來求 裡面發生極值而已 那剛才我為什麼沒有另外開關點 那是因為單變數微分完之後 符號已經告訴我 端點的值的大小 跟裡面的點的大小的比較 我也可以說 我不要管那個符號啊 不管 我就直接把這幾個端點的帶進去求 求值來比較 也可以 所以其實剛才這個過程告訴你 最簡單的求極值的問題 就是求內部 不在邊界上的點 那你只要去解偏導數哪個點就好了 那剩下在邊界上的時候怎麼辦 你就把它變成內部 可是本來在這個三度空間區域上的邊界 你要把它變成內部怎麼辦 就變成在二度空間上的一個區域 好 的內部 可是它還是有邊界啊 就是原本更低微度的邊界 你就再把它變到一個一微空間上的區域 好 然後每次都回到沒有邊界的情況 大概想法是這樣子 好 大概這個計算 計算的過程我們是用一種非常笨拙的方式來寫的 不過計算的量度還是可接受 將來如果大家學了比較多的多面數微分的話 好 我們這裡面很多計算可以簡化 而且會有一些新的方法 可能下學期會有一些新的方法 就是說 這個時候呢 你必須要真的把參數法寫出來對不對 我剛才是不是要真的把這個參數法寫出來 例如像這個例子 我們是直接把這個寫出來 帶進去硬算 將來會發展一套理論的方法是 你不用真的把參數法寫出來 直接算也可以 不過那是以後的部分 可以嗎 所以這個就講到這邊囉